哥罗森书第四章 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 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 你们要恒心祈祷,在祈祷中要醒悟,要谢恩 同时也要为我们祈祷,求天主给我们大开传道之门 好叫我能以宣讲基督的奥秘 我就是为此带上了锁链 好叫我能照我该说的,把这奥秘传扬出去 与外人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 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像调和上了言 要知道应如何答复每个人 关于我的一切,由我们亲爱的弟兄 中信的服务者,即在主内的同仆提西科 告诉你们 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为把我们的事报告给你们 并为安慰你们的心 和他同去的,还有中信亲爱的弟兄 奥乃希摩,他原是你们的同乡,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事报告给你们 我的囚伴阿利斯塔克问候你们 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谷也问候你们 关于他,你们已获得了指示,如果他到了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 还有号称尤斯托的耶稣也问候你们 受割损的人中,只有这些人对天主的国事合作的人 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我的安慰 你们的同乡,基督耶稣的奴仆厄帕夫拉问候你们 他在祈祷中常为你们苦求 为使你们能坚定不移 在天主所愿意的一切事上 做成全兼成福的人 我实在能给他作证 他为你们和在劳迪克亚及耶拉坡里的人受了许多辛苦 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德马斯问候你们 请你们问候劳迪克亚的弟兄 也问候宁法和他家里的教会 即使你们宣读了这封信 勿要使这封信也在劳迪克亚人的教会内宣读 至于那由劳迪克亚转来的信 你们也要宣读 请你们告诉阿尔西坡 要留心你在主内所接受的职份 勿要善尽此职 我保禄亲笔问候 你们要念及我的锁链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阿尔西坡 请你来点击 我保禄亲笔 请你来点击